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犯罪电影往往都与暴力脱离不了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守法公民》 却是一部高智商的犯罪电影 也是痛快淋漓的复仇系列 虽然在结局部分会有些压力 谢尔顿一家本来在享受宁静的夜晚 但是一阵急速的敲门声响了 谢尔顿以为是哪家的外卖到了 但开门后送给谢尔顿的却是一生难忘的惨剧 近来的两名凶徒人渣和垃圾 他们制服了谢尔顿 还想欺负谢尔顿的老婆 这时谢尔顿的小女儿也出来看到了这一幕 最后一家人除了谢尔顿全部被杀死 很快两名凶徒全部落网 但由于现场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两人 所以负责这起案件的助理检察官莱斯 与人渣达成了协议 只要人渣指控垃圾 那么人渣只会监禁几年 而垃圾则会被安垃圾 这样莱斯也有一个很好的结案率 谢尔顿对于这样的判法非常的愤怒 更是对这个浑浊的执法机构感到失望 很多同学都以为谢尔顿是个幼小的受害者 但是受害者不假 但谢尔顿一点都不弱小 几年后谢尔顿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路 他先是挑换了安垃圾的药剂 导致垃圾以极其痛苦的方式死亡 然后又将刚刚醒满出狱 刚从妓女身上爬起来的人渣绑架 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其分尸并录像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因为你这只是在帮助自己的女儿复仇而已 谢尔顿的目的 还有对这个浑浊的司法系统开战 谢尔顿先主动投案 但表示没有证据 你们不能替我的罪 如果你们给我一张舒服的床 我就认罪 莱斯本来以为谢尔顿是忽悠自己 但随后谢尔顿证明自己没有忽悠 于是真的给了谢尔顿软床 不过这一切都在谢尔顿的计划之中 随后谢尔顿利用一名 参与自己亲女案子的律师的性命 交换一顿大餐 但由于司法人员没有相信谢尔顿 导致律师死亡 随后谢尔顿因为杀死了育友 被单独关押 虽然谢尔顿在监狱里面 但他依然能够神奇的控制外面人的生死 随后参与案子的法官也被谢尔顿干掉 莱斯找到谢尔顿 谢尔顿表示 如果你们不撤销对我的指控 那么很多人都会因此死去 由于莱斯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而且大家也都有侥幸经历 所以并没有着做 结局当然是死了很多人 正常的司法程序已经无法阻止谢尔顿 而莱斯与谢尔顿的交易 反使的事情越发的严峻 终于莱斯开始使用其他手段 在监狱的地道 明白了谢尔顿的作案手法 然后又将谢尔顿放在领导人会议楼梯的炸弹 放到了谢尔顿的监狱的床下 等到谢尔顿回来之后 启动炸弹之后才发现 自己即将被自己的炸弹炸死 虽然最后谢尔顿死去了 但是谢尔顿无意成功了 谢尔顿教会了莱斯 不要拒虑于司法条文 教会了莱斯 不要与凶手做交易 也让莱斯醒悟了过来 就像在法官的葬礼后 莱斯说的那些话 我年轻的时候 很想改变这个系统 我想抗争 不惜代价 做到最好 但是这里让一步 那里让一步 最后陷入到这个游戏中 然后我意识到 我想改变的这个系统 结果却改变了我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